大家好,这里是成全老王 最近有一个观众跟我留言 说他和别人讨论Python问题的时候 发现Python class中的field居然可以在inite函数之外定义 比如说像下面这样 Dog类中根本就没有inite函数 而是直接使用了Dog实例定义了target field 他觉得这样做会给维护带来麻烦 但是别人觉得这样做会更灵活一些 想问问我的意见是什么 我的意见嘛 这个很明显 这VSCode爆错爆的都要爆炸了 这么写当然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代码最最重要的就是可读性 为了一点灵活性 代码写的都没人看得懂了 更何况这么写好像也不怎么灵活 丢了西瓜简直嘛 总之是不值得 不过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正好聊一聊怎么写好一个类的inite函数 我们继续来使用这个例子 通常来讲我们会把类属性的初始值放到inite方法中 比如说target属性 从it函数没有判断target是否存在就直接使用 这一点来看 可以看出target是一个必要属性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应该在inite中给target一个初始值 或者让用户当作参数传进来 如果说我们还想保留一个默认值 我们可以直接在参数中来指定默认值 这里有个坑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这种在参数中直接写默认值的形式 只能针对不可变的类型 如果类型是可变的就不行了 比如说我们给dog加一个喜欢的玩具列表 这样做在语法上虽然成立 但是所有的dog实例都会共享默认参数中的空列表 比如说我在dog实例里面加入一个玩具 然后我们再生成一个新的dog实例 dog2 然后打印出dog2的toys属性 然后就会发现dog2的toys属性也跟着变了 虽然在代码中我们并没有更改dog2的toys属性 这就是因为toys参数列表中的默认实例 是所有的dog类共享的 所以当买dog来操作这个实例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dog2 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其实呢这里这个默认的socks字符串 它也是共享的 但是因为字符串本身是不可变类型 我们做的所有修改操作 比如说replace什么的 都会返回一个新的字符串 所以说共享也没有问题 还想知道更多python中类似的坑 请看我之前的这一期视频 那么应该怎么处理这种默认的可变类型呢 我们一般会把默认值设置为num 然后参数的类型也变成list或者是那 然后我们在函数体中进行判断 这样以来每次运行到toys等于空列表 这个语句的时候都会生成一个新的列表 这样就不会有共享的问题了 好除了像现在这样 在inite函数中引示的定义类属性 我们还可以直接在类中显示的定义类属性 这样一来类都有什么属性就变得更加明确了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定义的时候给出默认值 但是请注意一点 这里默认值的共享问题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依然不应该直接把空列表当作toys属性的默认值 结果还是得在inite函数中进行特殊处理 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在inite函数中统一处理所有的默认值 在python中除了这种普通的实例属性 还可以定义类属性 比如说我们想定义一个狗的最长寿命 因为类属性只需要一次复值 所以一般我们就直接在定义的时候给出初始值了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多少 比如说是20 那么我们要怎么区别一个属性是普通属性还是类属性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max-left加上classVariableAnnotation 首先我们需要从typing中import进来 然后我们把max-left的类型改成这个样子 这样一来 当我们尝试用实例给max-left复值的时候 Vscode就会发出警告 正确的复值方法是用类名加上属性名来进行复值 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变量的时候 我们既可以用类也可以用实例来访问max-left 这一点上和其他的编程语言是一样的 那么假如说由于某种原因 我就是不要写隐匿的函数 我就是要直接用倒个实例 直接创建属性呢 虽然我没有想到一个非要这么做的例子吧 但它也是可以做到安全的 那就是重载setAttribute的方法 我们先来恢复一下代码 可以看到现在Vscode报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是对target进行写入的时候的错误 第二个是对target进行读取的时候的错误 现在我们来重载一下setAttribute的方法 可以看到重载之后进行写入时的警告已经消失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重载的函数里面 首先判断name是不是target 如果是target 我们就需要调用负类中的setAttribute来设置属性的值 如果不是 我们就需要抛出attribute arrow异常 然后当我们想使用target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getAttribute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我们还需要给它一个默认值 当target的属性不存在的时候 这个函数就会返回默认值 这样一来 当我们读取target的属性时候的警告就会消失了 现在的代码已经足够复杂了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做到安全 实际上我们还要写的更多一些 比如说我们要判断target的类型 比如说判断它是不是字符串等等等等 总之想要做到安全非常的麻烦 除非必要 我非常的不推荐使用这种方法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这里是成全老王 我们下期再见